即将为大家带来的是 今天下午的第三场比赛 雅士神气百万倍 1100米的比赛 我们看一下亮相的环节 本场比赛一共是12匹马 两匹马推赛 分别是5号马俊颖奔腾 和7号马永强生虎 先看一下亮相的1号马 剑如飞来自澳大利亚的 5岁的河流色的公马 骑士初一猎马 骑士初一猎马是牛文广 马主是冯志国 剑如飞的父亲是来自 新西兰的Dr. Grimm 母亲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Worsach 而金如飞本场比赛 是第二次两场羽龙赛场 之前在同样参加 1200米的雅士神气百万倍 拿到了第七名 本场比赛是第二次两场 叫羽龙国际赛马公开赛的赛场 本场比赛金如飞 视为5号站 我们来看一下 二号马 凌军旋风 来自澳大利亚的 六岁的六四公马 骑士勤赵会练马是邓简威 马主是马俊平 凌军旋风本场 马比出发 好 看一下出扎的出得比较顺 现在可以看到 排在比赛的前面的是 十号马 凤冠公主 凤冠公主是现在是排在了 比赛第二位 第一位是十二号马 泰山雄鹰 泰山雄鹰领先又是 大概在半个马位左右 现在是前面是五六匹马 跟得都非常紧 还是泰山雄鹰排在比赛的 最前面 现在是泰山雄鹰 是位于内篮 领先又是大概 现在泰山雄鹰已经调到了 比赛的第二位 现在可以看到 现在所有马比开始是5万 现在排在比赛 最前面的是三号马赛标 排在了比赛的最前面 现在才是四五匹马 都是几乎相差 就分别相差半个马位 领先又是 都是非常不明显 现在可以看到 是外篮的是 戴着红色彩帽的 可以看到 建如飞 现在开始 从外篮开始 加速冲上来 现在是开始入温 最后的四百米的 直线冲刺 我们可以看到 是赛标 排在比赛的最前面 现在是三号马赛标 排在比赛最前面 在这旁边的 可以看到是戴着 红色彩帽的天上皇后 现在还是赛标 排在比赛最前面 现在是一号马建如飞 排在了比赛的最前面 现在是一号马建如飞 领先优势越来越明显了 一号马建如飞 两个马位领先 一号马建如飞 二号马领军旋风 可以冲一下的 还是一号马建如飞 率先冲过比赛的终点 下面公布一下 第三场比赛 雅士神级百万倍 1100米的比赛成绩 第一名是一号马建如飞 骑士初一 练马是牛门广 马主是冯志国 第二名是12号马 台山雄鹰 骑士董小军 练马是东雄军 马主是黄庆才 第三名是三靠马赛标 骑士马林凯 练马是邓建威 马主是任宁宁